它是森林中顶级的猎手 还是古老中国力量的象征 每一个物种的诞生 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但如今它在自然界中已无踪影 华南湖曾经的森林之王 却在人类的病毒下得以为生 这是他们最终的归宿吗 南岭山脉 中国南部最大的山脉群 也是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 它东西长600公里 南北长200公里 横更广东湖南江西和广西四省 也是长江珠江的分水里 这里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是华南湖世代生活的地方 蔡宇生曾经是这里的护林园 1994年的一次经历 让他终生难忘 我们就上成功路往下看这个游泥 我就算了20米了 1994年的时候我就在这里 就刚好是两个转弯嘛 这我们就从这里走入下来 当时这个林没那么密 那时候我们是还没吃饭 5点多6点钟了6点多了 5点钟我们就走路 回去我们的宝负站那里 就从这里就关了房 我就走过去了 当时我们也下方了 看到房南湖三个人也防了 都要断过枪 断过枪一下就过去了 过去那就看不到了嘛 就刚好就转角了 当时我们就靠着沙漠三支枪 端住对着他转弯那里 如果一 房南湖一转弯 直接过来我们就要开枪打 听跳啊 蹦蹦啊 字都听得到啊 而且闻到那个气味啊 房南湖经过那个气味 特别这里一条路都闻得到的 这一次遭遇 成了在南岭这片土地上 人类最后一次邂逅华南湖 从此就再也没人看到过他们的身影 华南湖是九个虎类亚种之一 也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六个虎种中 最古老的一个分支 它曾广泛分布于中国华南地区 也是中国独有的一个虎种 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 鼎盛时期数量曾超过四千只 上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进入开荒高峰期 大规模的荒地和森林变成了农田 导致华南湖的领地快速缩小 由于缺乏食物 他们频繁地出现在人类的生活区域觅食 袭击人和牲畜的事件时有发生 据统计 1952至1962年 十年间 仅湖南省就有约两千人惨落湖口 它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命安全 一场打虎除害行动 在全中国展开 此后 华南湖种群数量 开始急剧减少 九十年代至今 再也没有发现过野外华南湖活体的踪迹 自此 这个森林亡者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最宾威的物种之一 人工干预的繁殖 成了挽救这一宾威种群的唯一希望 拯救华南湖的计划 就在七十公里之外 韶关 在这座已经存在了 两千一百多年的古城中 隐匿着拯救华南湖种群的希望 2022年7月21日深夜 华南湖梦梦 产下了一只幼崽 取名洪洪 守候在监控室的工作人员 一刻也不敢耽误 华南湖在自然界中成活率 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这样的生存几率 对于种群保护来说 是必须克服的难题 工作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 让这个刚刚降生的小生命活下去 离开虎妈妈的洪洪 被快速移送到育婴室的保温箱里 她将在恒温恒湿的环境 以及24小时不间断的照顾下 度过最关键的第一周 母虎普鲁会出现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天气的变化 满水充不充足 对小岛湖会产生意象 人工医域的成活率会高很多 从取出来 进入保温箱 保湿很温 普鲁技术也是非常成熟的 在我们基地 只要是人工医域 就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次事故 作为中国15个 华南湖保护机构之一 韶关华南湖繁育研究基地 已经为拯救华南湖 努力了15年 2008年 第一对华南湖再次定居 开启了人工繁育的历程 首先加入基地的饲养员雷胜桥 给两只华南湖取名 王子和公主 公主和王子两个名字 这是我取的 当时的想法是让他们两个在这里建立一个自己的王国 起初 王国的建立并不顺利 直到两年后 这对华南湖才彼此接受了对方 先后生下了壮壮和威威 接着基地又从全国各地引入了五只华南湖 种群开始不断壮大 如今这里已经有了四个华南湖家族 八只小老虎诞生于此 他们有的健硕强大 有的极度敏感 有的涉事未久 有的处事不惊 他们在人类悉心照料之下 继续繁衍着自己的后代 清晨 每每准时从虎舍迈入属于他的领地 它是一只身材苗条的年轻雌虎 四年前出生在这里 虽然没有了祖先那般广阔的领地 但它依然保留着漫步山林的威严 美美享受着自己独处的时光 它偶尔会吃鸡 使用一些草来帮助清理肠胃 这似乎是华南湖与生俱来的本领 大部分时间里 它喜欢躲在墙边没有阳光的地方 这里也正好很少被参观者打扰 非常适合从小就性格敏感的美美 不远处是芙蓉和莲花 它们是一对双胞胎 在繁育中心里 只有它们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 两岁的双胞胎正是体力充沛的年龄 它们一起出行 一起休息 一起泡澡 也会把大量的时间挥霍到相互的追逐打闹上 姐姐慵懒地躺在地上 而妹妹 她小心翼翼低头 俯身 然后 年轻老虎之间的打斗 在自然界中本是经常发生的故事 她随时训练着滑南虎的捕猎能力 但如今 圈养时代 这样的嬉闹 却变得越来越珍贵 这一次 姐姐又略胜一筹 一切又恢复到姐妹之间的亲密无间 胜利者为妹妹 舔势皮毛 作为给她的一点点补偿 有此地户 《红红》可以睁开眼了 这是她出生的第二十天 周围透明的保温箱 显然让她不适应 但她还需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因为危险期还没有结束 从繁育统计数据来看 出生后三十天内 有将近一半的幼崽会面临死亡 所以饲养员雷胜桥一刻都不能大意 每两个小时就要给红红喂一次奶 奶粉来自国际专业配方 温度模仿虎妈的体温 饲养员还会定时用湿热的毛巾 模拟虎妈舌头去接触虎仔尾部 教会她如何排便 中午是一天中最不友好的时刻 阳光大部分时间都灌满虎原 虽然有树叶遮挡 但空气中的温度依然让壮壮感到烦躁 这时候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水中渡过 这或许也是她们祖先喜欢亲水而居的原因 庆庆今天没有安排泡灶 饲养员雷胜桥准备为她进行一次疫苗注射 但和这只一百多公斤重的大家伙打交道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过来 有点怕 老师看见哪个拐子来 他就知道 知道要给他打针 他就躲起来 小孩子一样 庆庆似乎察觉到 雷胜桥手中多出来的那根肠肝 这时候需要耐心 机会稍纵即逝 雷胜桥不能失败 请进 过来 进 过来 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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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原因它是一个胶粒 这个胶粒堵住这个口的 堵住这个出药水这个口的 你砸到它 砸到它把这个胶粒把它推进来 推进来药水从这边上这个口 注进去它身体上 有像这种就可能是打进去的 这个打车就和小孩子打育苗一样 大家打过以后他就会忘记 疫苗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出现 才不到一百年时间 如今这项技术也应用于华南虎 它帮助人们更好地消除 自然界对华南虎的隐形威胁 红红在快速地成长 经过两个月的悉心照料 它身体发育良好 可以离开保温箱 扩展自己的领地了 每天下午闭源之后 是它最开心的时刻 整个繁育中心都是它的天堂 红红在享受无忧无路的生活 一管从它身上采集的血样被悄悄送到了成都 这里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也是华南虎的基因检测的地方 华南虎遇到的困境比大熊猫还要复杂得多 1985年是大熊猫的至暗时刻 野外仅存1100多只 在中国严格的保护和救助措施下 如今野外种群数量已增加到1864只 人工圈养大熊猫数量也达到698只 而华南虎的境遇却完全不同 20世纪50年代 华南虎野外种群数量超过4000只 但40年后 不完全统计的数字 仅剩20至30只 21世纪初的大规模野外调查中 再也没有发现野外华南虎的活体痕迹 1955年 第一只野生华南虎被圈养 到1967年 一共有18只野生华南虎进入圈养种群 此后就再也没有新增华南虎 而这18只华南虎中 只有6只成功繁衍了后代 因此现存的200多只华南虎 都是从这6只繁衍而来 近亲交配的危险 给繁殖带来极大的挑战 亲子鉴定是为了要验证 亲代和子代之间的血缘关系 华南虎种群做它的亲子鉴定 我们是把整个种群 所有的个体都进行了检测 利用先进的基因技术 人们开始尝试如何规避 近亲繁殖所带来的风险 每一只华南虎在出生三个月后 都进行一次采血 血样被送至成都 通过一系列的DNA提取 PCR测试仪进行基因分型 研究人员对华南虎的三十个位点 进行逐一分析 以排查是否存在 种群的近交衰退风险 普希记录准确了之后 你就知道哪一些各体之间 它是不能够进行交配的 多年的基因研究显示 现存圈养华南虎基因多样性 仍然足够高 如果管理得当 依然能够实现种群良性增长 人类为它们所做出的这些努力 华南虎并不知晓 红红已经四个月大了 对于在人类帮助下 繁衍的华南虎 很多知识都需要它自己去探索 红红被领到成年虎的活动区域 人们想尝试着让它去认识家禽 以激发原始捕食能力 些数字 在任指会尤其欲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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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看来 红红对这个长着翅膀的物种 并不感兴趣 她更喜欢饲养员的大腿 红红和在这里出生的兄弟姐妹们一样 每天都得到人类精心的照顾 他们在努力学习 也在快速的成长中 但这样的时光即将结束 圆圆是红红的大姐 今年两岁 她也是饲养员雷胜桥 一手抚养长大的 但她六个月时发生的一件事 让人们开始认真思考 与虎的正确相处方式 这次是园园 它是过了育幼期的时候 它这个鼻梁这里 老是反反复复的这个肿 包括去从医院对它进行了一个S光扫描 六个多月也比较大了 在抱着去的当中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对着一些陌生的人 她估计会有些应急 就不小心抓到这里 抓到这里也是抓得比较严重 现在看得出来吗 现在应该还有点 我一想不到这动态 对 当时也是基本上露出骨头来这样子 显然 圆圆的行为并非有益 但华南湖与生俱来的杀伤力 是人类所无法承受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从此时开始 人与华南湖的相处 将由一套严格的管理措施去保护 入夜 万物都在日落后休养生息 此时 应是华南湖绝佳的烈食时间 因为 他们有远超于人类的视力和听力 厚厚的爪垫 让草丛中的行走 巧无声息 这样的装备 让他们潜伏在夜色之下的捕食 变得轻而易举 但如今 人工繁育基地的华南湖 已经衣食无忧 他们不再像他的祖先一样 去深夜觅食 显然 他们基因里 还保留着祖先敏锐的警觉 华南湖基因的研究还在继续 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 向我们描绘了一个 跨越两万年的华南湖种群 漫长演化史 莫次冰盛期 环境寒冷干燥 让虎群栖息地大规模减少 中国的西南山地 成了少有的几处避难所 适宜的环境 庇护着一只古代虎种群 随着兵期的结束 他们向东牵向更广阔的 适宜栖息地 此时 中南半岛也成为了另一个 古印之虎种群的辐射中心 其中一只 牵向华东 与西南山地牵出的虎群相遇 一度被冰川分割的种群 在这个基因大熔炉里交融 形成了 如今华南虎的祖先 另一只 向南跨越克拉地下 成为了马来虎 他们随后继续向南进入逊他群岛 成为现代苏门达腊虎 爪哇虎和巴黎虎的祖先 第三只 向西 迁往印度次大陆 形成了孟加拉虎 大约一万两千年前 随着冰川彻底消退 华东地区 古华南虎种群 又开始向北扩张 形成现在的东北虎 另一方向 这个融合的虎种群 穿过西伯利亚走廊 抵达中亚 形成离海虎 现代虎的九个亚种群 就此形成 华南虎 在这场大规模的基因融合中 成了最为独特的一只虎鸦种 红红已经九个月大 它的身长达到成年人的身高 体重也接近一百公斤 此时 红红和人类的相处 也将存在不可避免的风险 它被转移到姐姐们活动的场所 不再和人类 有任何肢体接触 又是一年的春天 万物复苏 孟孟和小满 再次共处一室 繁育基地 正在为他们筹备新的繁育计划 这一队 在这里已经成功生育了五只华南虎 人们对他们寄予厚望 此时 中国华南虎的圈养种群 已经从六只建群者 扩大到二百四十八只 这是所有人六十多年努力换来的成果 我也很期望 这个华南虎能真正地做到放虎归山 能让它在大神里面自由地奔跑 放虎归山 这句放走敌人 留下后患的古老成语 此时 却成为人类对华南虎的期望 南岭 即将成为国家公园 一千九百多平方公里的森林面积 将被全面保护 恢复原始自然状态 从护灵园安放在野外的监控设备 提取的影像资料 可以看到 这里的物种多样性 变得更为丰富 它也为华南虎的回归 养精蓄锐 我也希望我在七十岁或者八十岁 在野外还能够听到 有华南虎 或者看到华南虎的终迹 华南虎 曾经引力中国华南东南地区 人际罕至的山林 在自然界生物链顶端 统治了长达两万年 却因为时代的改变 消失殆尽 如今 在人类觉醒意识的帮助下 它将在这片祖先生活的山林里 绝地重生 绝地重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